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温阳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母亲 还有中共副总理刘鹤 双方4月3日又一次做到了谈判桌前 这是双方代表团第九次会面 这轮谈判应该说很关键 是为两国领导人签约峰会清楚剩下的障碍 对于双方的谈判 川普昨天在白宫表示 进展非常好 不过他在出席共和党晚宴的时候 又一次批评了中共对美国的贸易不公 但是他也表示 和习近平相处得很好 还曾经直接称呼习近平是王 从美方透露的种种信息来看 好像都在表达一种乐观的态度 不过有分析认为 虽然双方的谈判可能已经看到了曙光 但未来双方的摩擦依然会存在 在共和党议员面前 川普批评中共的不公平贸易政策 对美国造成了许多伤害 必须对他采取加征关税的制裁 制止中共继续占美国的便宜 损害美国的利益 不过他仍然说和习近平相处得很好 他还讲了一个小插曲 就是川普在2017年11月访华的时候 曾经直呼习近平是王 习近平说自己不是王 只是国家主席 不过川普说不 你终身出任国家主席 所以你是王 习近平当时是用笑声做了回应 川普形容习近平很喜欢 稍早之前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达了乐观期待 他在美国商会表示 本周的谈判预计将会取得更大进展 他说这次贸易磋商要比以往任何的贸易磋商规模更大 范围更广 但是 他说他不能透露细节 不过库德洛也承认 双方仍然有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川普政府将聚焦在某些措施 促使北京遵守改革的承诺 打击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 同时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美国的全国商会国际事务执行副会长博麦伦也持相似的观点 认为双方的谈判 有九成是准备签订合约 另外的一成是达成协议最艰难的部分 最棘手的部分 他所说的有九成签约 这个是看到了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 特别是中国的经济现实问题迫使着北京方面 给予达成协议 缓解经济颓势 那如果双方达成协议 那就意味着川习会 不久可能就要举行了 一向反对关税的美国全国商会 更是对这个谈判寄予了多方面的期望 希望双方能达成一个全面而且可以持续的协议 消除所有关税 博麦伦表示 希望中方能够解决川普政府 对以往那些问题的关切 包括中共在市场准入方面的糟糕记录 中共的结构性问题 盗窃知识产权 数字贸易 还有协议执行监督机制 以及川普政府要求中方要扩大购买美国产品的要求 不过对于那一层最艰难最棘手的部分 博麦伦认为 这个可能是这次谈判的重点领域 双方需要解决两个重要障碍 他说 这两个部分如果没有显著的进展 可能本月就没有办法完成协议 两方面分别是 一个是在协议达成之后 美国将要保留多少关税 川普是希望保留最初那个500亿美元 对中国商品加征的25%的关税 用这些来约束北京兑现承诺 不过北京则希望 协议达成以后 美国要撤销所有的关税 这个是双方目前分歧之一 另一个就是执行机制的问题 如何才能确保这个协议当中的承诺得以落实 川普政府曾经多次指责中方 没有遵守以前所做的那些承诺 那正是基于这些最艰难最棘手的 这么一成的问题 博麦伦也只是对双方努力谈判时抱有信心 对谈判的结果同样不敢确定 他强调说 谈判终局并非坦途 毕竟事关世界两个经济大国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时代 他说在敦促北京就贸易行为 做出重要改变而进行谈判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贸易之外的大背景 不过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莱特希泽大使了解中国国内的压力 这个谈判是有助于中国的 而且中方也会认识到 谈判有助于他推进内部即待实施的改革 他说中国自身也会从中得意 所以美国商会认为 双方达成协议的机会是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 双方在这一轮的谈判当中 很可能会尽力的清除剩下的障碍 以便达成初步协议促成川习会 不过美国前财政部分析师亚当斯认为 不论谈判团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都不太可能终结美中之间 长期的这种对峙关系 因为美国的多数市场是开放资本流通的 而中国却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下 亚当斯指出 就算双方暂时达成了协议 还是有很多议题会依然继续存在 这是根植在美中系统性的差异当中 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表示 为了缓解危机 北京很可能采用哀兵指册 答应美国的要求 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 不过谢田同样指出 即使达成了协议 双方以后的摩擦还会很多 甚至有可能会继续打贸易战 因为美国要北京做结构性的改革 这是要解除中共对经济的干预 由市场机制来决定 而这个结构性的改变 注定会导致政治结构改变 这就等于是让中共放弃 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统治 是真正的与虎谋皮 所以谢田强调 只要中共统治中国 美中之间的根本问题 就不会彻底解决 好的 感谢您关注 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